歡迎收聽《黑漢幕》未來電台 我是阿丹 我是LuLu 今天呢 我們今天這一集的主題是殘花 殘花這個可能沒有接觸的不知道是什麼 對 那今天很榮幸邀請到我自己非常欣賞 就是其實是我的學弟啦 波翔老師來到現場 那必須跟大家介紹一下他的《讀厲害》 他是學術然後跟實作兩個都兼具 而且都兼顧得很好的一個我覺得標誌性的人物 然後又有顏值 就是我們殘花界的奶油小山 陳柏翔老師 欸 天啊 你剛剛一講說我認識很久 真的很久 對啊 從研究所時代 我從大一就認識 對啊 大一到現在他已經研究所畢業了 嗯 對 快十年了 對 我們認識快十年了 哈哈哈 好可怕喔 對啊 先講講我跟殘花的契機好了 就是我在大一的時候 然後我還記得那時候修 我在雲科大上課 然後我們有一個必修課 老師那時候就分享了一門就是 他分享一篇文章他說為什麼 Chanel他們會去把資金去贊助一些 霸國手工刺繡的小工坊 那台灣的殘草工藝能不能做這件事情 那他有把台灣的殘花去做一個討論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欸 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後來有一次偶然去陸港 然後我們就跟同學逛了逛了 然後外面試做了怎麼辦 他陸港不是有殘花 不然找找看好了 這是我對殘花第一次碰到的契機 我那天有找到 然後是我還記得那個老師姓溫 是陸港的一個溫老師他做的殘花 我買了兩個回家 我把其中一個拆開 因為我想看他怎麼做 哈哈哈 很少人這麼大膽 就是我買一個作品回家 然後把它拆開這樣 因為我真的想好奇 他這麼漂亮到底怎麼做 只能偷兩個嘛 就買一支iPhone然後打開看 就是有些工程師就會打開看 iPhone到底怎麼做的 好酷喔 對 然後我拆完之後 我就自己嘗試做了一個東西出來 然後就這個東西的種子 就是那時候埋下了 然後等到後來我就認識了我的老師 因為我大學在雲 科大在雲林 然後我的老師他住胡偉 是林佩穎老師 那他就有在社大開課 然後他其實一開始有一些體驗課程 我就都有去參加 然後他也認識了 我知道有一個男生 對這個很有興趣這樣子 後來我就去他的社大就去上課 然後真正的契機 其實是我們大學要做畢業專題 然後那時候我跟我同學 其實我們本來是想做另外一個主題 是後來因為我們覺得 這個東西好像比較不適合我們做 所以我們就決定 那我們各自單飛 那單飛的時候 我們就也是要想到下一步嘛 然後他就說 你這麼常做殘花 你為什麼不研究殘花 我想說對耶 我一直在碰這東西 我怎麼沒有想到弄它 好我就決定開始做了 然後我就跟我的老師講 那我的老師他其實是一個做教學的老師 那因為這種東西其實跟就是剛剛有提到 跟學術有關嘛 所以他就介紹了我認識他的老師 就現在住在桃園的曾國奔老師 對對對那我就跟曾國奔老師認識結緣了 那曾老師他自己也寫了一本殘花的論文 也是大概是幾年前這樣子 對他是真正的前輩 對那他就是很不令的把他所知道關於殘花的事情 分享給我 還包含他當時田調的一些線人 然後田調的報道者 報道者比較專業對不對 報道者呢也把他分享給我 那後來也跟著 因為本來在雲林 然後畢業之後 我也上了北一旦就來到台北 就離曾老師更近 那後來也跟曾老師開始了合作 就是成為他的agent 就是他的經理人 經紀人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那同時也持續去進行我的田調跟研究 這大概是我踏入殘花的這個圈子一路以來的過程 那我必須說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很厲害的製作者 就剛剛有提到我是研究者 那我們其實從一個研究者 尤其要認識一個領域 是需要進入他的核心 尤其像工藝是需要去了解他如何製作 所以我覺得這大概是我可以有製作者的視角 以及研究者的視角來看待這個工藝的一個原因 很棒耶 那我們剛剛一直講到就是殘花這件事情 你從一個欣賞者到一個製作者 再到一個研究者 然後現在再到一個教學者 就是殘花你這樣經過不同的歷程 那就是到底什麼東西是殘花啊 就這件事情你到底怎麼樣去跟別人介紹說 我現在做的這個東西叫殘花 因為其實殘花它跟例如說竹編或木雕來講的話 我覺得它是一個相對小而精緻的東西 那你要怎麼樣很快的讓我們說的欣賞者去懂得欣賞它 其實殘花從它的名字我們可以很連直接去聯想到就是一種花 那這個花呢它是大家可能會有一些在某些東西 有一些印象例如說結婚的時候的純阿輝 或者是現在因為我想殘花的製作者 他們把領域它把製作商品越來越多元化 不是只有在人來使用 我必須說現在女神用的比女人還要多 對就是很多人會買回去然後獻給他們家的主母啊 給他們家的女神來做使用 對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那至於什麼是殘花我想很多人聽過 那我這邊對於它的詮釋跟理解的話 然後我認為殘是一個動作 就是領域讚 其實台語更更我在田野裡面聽到更精確的詞是讚 讚冰了 它其實那個動作就好鮮明哦 對那個讚那至少我自己聽到像在金門在鹿港 他們是這樣講的用讚這個詞這個動詞這樣子 那這個讚就是去殘啊殘什麼 把線殘在另外一個梅材上面 那像我們很常用到的最基本的梅材 就是我們這邊可以看到這三個 有紙片那這邊是剪成長紙條的樣子 然後還有是鐵絲 鐵絲的話是現在我們有這種工業規格化 就是這個是26號鐵絲 在以前的話啊 他們沒有這麼規格化鐵絲 他可能會去剪那個電線 把他裡面的那個皮扒掉 然後剩下裡面的銅線 銅線拿出來 銅線很貴耶 但是現在物價比較高啦 對那以前的話沒有 也沒有像我們這種書局賣的啊 或是美容材料還賣的紙 怎麼辦 那種比較厚的紙 比如說明片 明信片 還有紙盒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很符合 我們原本傳統工藝在使用材料的習慣 就是生活做到可以用到的東西 那再來一個最重要的就是線 就是線 那這個線呢 像我現在給各位看到這個是莉莉安線 它也是比較新的線 那以前用什麼線 你繡花的線啊 對不對 你可能有蠶絲啊 有黏線 那現在我們會習慣使用的是人造絲 它是一種叫雷鷹的材質 人造絲出現的時間很早 但是普及其實真的是 我們比較好取得啦 真的是到比較晚近的時期 就比較接近這50年 比較好取得這個人造絲 所以人造絲也使用的很多 那在100多年前使用的比較多是蠶絲 對 那可是在現在 其實我看到很多不同的工藝 尤其是殘花工藝 他們的這些製作者 這些工藝老師們 他們會用不同的線材 像有用毛線 有一個老師他只用毛線 所以他會 我就覺得好夢幻喔 很像娃娃 對 他做起來就像娃娃那樣子 那也有一些會用麻繩 麻繩也有故意 對 他會用頭髮 有一個我們很喜歡的老師 好浪漫喔 他就是用他的頭髮去做一隻蝴蝶 是不是還有就是用那種線 然後加金箔 讓他看起來整個就是啪 超華麗 那是這種祭坊 我們知道帶金 攜帶的帶 然後黃金的金 那以前那個金婆奈來 就是那個洗髒上面的那個金色的字 就把它拆下來拿來做使用 就是它是一個非常生活化 物盡其用 物盡其用 完全就是一個物盡其用的一個工藝 好 了解 那我要問響應問題就是他怎麼從這樣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然後變成你看到現在這樣 好漂亮的一個光澤感 然後一朵花 就是一般不理解的人其實不知道他是怎麼這樣變這樣 你要不要跟我們講講他的簡單的步驟 因為我們今天是剛好有一個體驗課程 所以這邊這是一個體驗課程的作品 那這邊可以看到他是使用兩種不同的線材 我這邊這個橘色 桃紅色這個 他是使用人造絲 那另外這個是使用這種粒粒暗線 粒粒暗線是一種化學纖維 就是 那這種人造絲呢 他雖然說是人造 可是他是把植物纖維融解再重新抽成線 所以你看起來他會比較有比較亮的光澤 那這也不是蠶絲 那其實你們近距離看就會發現光澤跟質感是不一樣的 對 對 這個就比較瘦嘎的感覺 這個比較溫潤 對 那其實如果再拿一個蠶絲的作品來看 蠶絲會更潤 對 其實我個人還蠻喜歡蠶絲質感 那蠶絲的缺點就是貴了點 哈哈 其他沒毛病 哈哈哈哈 那 嗯 再講他如何製作 其實他是一個蠻簡單的過程 我們首先拿鐵絲 然後我們會把這個線纏在這個鐵絲上面 那今天這個線這麼粗 你怎麼看他也不可能纏出光澤來 對啊 對 所以像這麼粗的線我們要把它挑線 挑成比較細的線 那今天因為我們現在工具的關係 這邊就沒辦法示範挑線給大家看 那我會把它的線挑成最細的一條 再開始進行纏繞 其實我就算不挑線我還是可以纏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我們不管是任何的線材 在現代尤其是當代我們是可以用任何的線材來製作 那我們就是透過這樣子 纏繞 就是像我現在在做纏繞的這個動作 然後把它整齊的排列好 緊密的排列 那它就可以組成一個零件 那我在纏繞這些零件 你看我真的就是這樣子把它纏出來 所以它這個花是這一條去把它折起來的 就是好幾條 又一條 就一條把它折起來 就是當你纏好了一整條之後 上面就是有絲線嘛 然後再去把它變成你要的花啊 星星啊什麼的 那剛才其實老師也有聊到 就是說除了這個是我們今天所帶來的花的這個體驗 那很複雜的作品像蝴蝶啊 或者是說花下面做葉子 葉子就很難了對不對老師 因為葉子它會有一個這樣子的弧度 那線滑了怎麼辦 然後又不能捏太緊 它就是葉子它對新手來說會比較挑戰 因為它線會滑掉 然後它的葉片可能小小一片 大概兩公分 甚至比兩公分才要再小 1.5 1.8 都有 那它其實就會很考驗你的耐心 以及你有沒有細心的去把那些整齊的排列好 所以對於新手來說 尤其像我們今天的體驗課程 我就不會安排這樣的作品 我近期也完成了一件算是比較複雜的 就是剛剛有提到的帶金啊 葉子啊 蝴蝶這樣的作品的東西 那個可能我們的圖片 或是短影片 我們可以再請阿丹幫我們後製在這裡 沒有問題 這裡 還有這裡 他應該會討厭我 我會宰了你 就是那個作品的照片 我們可以再把它放在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對那它其實就很耗時了 因為剛剛有提到葉片嘛 一片一片 葉片一片 可是花呢可能要六片 所以我們要一二三四五六 蝴蝶呢翅膀可能有六片 可是它一片翅膀我們把它裁成三塊 所以三塊再乘以六就十八片要做 那你想看那個十八片再加上 一朵花如果六片花瓣 一片花瓣是兩半嘛 所以六乘以二是十二 三朵花的話 那這樣就是三十六 三十六加上十八 三十六加上十八 五十四 五十四片 對 那大片小片還有複雜程度 所以每個人製作時間是不一定 像我自己是做得慢的 我大概二十分鐘沒有 我大概要三十分鐘才能做一朵花 然後就是十二片 那還是對我剛才 因為我剛才有試作 我們光做這一條 就搞了我兩個小時 不是可是 纏得漂亮的話 要就是兩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說要二十分鐘做一朵花 三十三十 三十分鐘做一朵花真的很厲害 那是快手的老師 是那十分鐘就一朵花 這樣才能賺錢 其實他真的以前是一個很賺錢的一個產業 聽說以前啊 就是出嫁的新娘 我們台語說的那個純阿輝 就是用我們的長話來做的 那純阿輝其實是每一個新娘子 或者是要出嫁的娘家都必須要 就說給女生強增的一個東西對不對 對 因為他就是 代表著你的手藝巧不巧 可是好巧不巧不是每一家的小姐都這麼會做東西 對阿 要是我在古代的話我就直接擺爛 直接老狗伯 對我就說 那我就是放棄 自我放棄老狗伯 那這樣怎麼辦 就要去拜託就是想的老師的老師的老師對不對 對就是 都是去買這樣子 去買現成的嗎 然後我就是做不出來 所以買現成的 所以就會有所謂的商業嘛 花錢買人家做好的 這樣子就可以用 不過在以前如果你可以自己做 我做一朵超漂亮的 一隻鳳一隻龍 頂著 就開場就要像延禧攻略這樣出來 然後全最美這樣子 對 然後男方就會說 這女的真是不好人 然後婆婆看到嚇到 這個媳婦厲害 對對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樣聽下來 長花他其實離我們生活不遠 他就是一種長明公益 就是一個我們生活會需要的美學 那可是為什麼就是現在好像越來越少人 知道他是什麼 然後就是我很想問想說現在你的老師跟你這邊還有收到很多新樣子的訂單嗎 我必須說其實他會消失不是沒原因的 像我剛剛有提到我做比較慢我大概30分鐘 可是你知道如果我是拿那個布快速的做卡卡卡機器 10分鐘可以做200朵 那為什麼我要買10分鐘一朵的 而且10分鐘一朵500塊 10分鐘200朵一朵不用5塊 那你要買哪個 這就是所以說這個純拉灰他還是有存在 只是我們現在看到都是那樣現成的 就是比較快速的 亮片啊 手工跟機器的那個 對對對 那我其實我並不 我覺得其實他是必然的 因為工業革命之後我們追求的是快速 然後可量產的 所以這個出現是絕對是必然的 那因此現在比較少人聽到是因為他就太貴了 而且沒什麼人在做 可是對於我們來說我們是當然是對於文化保存的議題是care的 我們是希望能夠去做點什麼的 所以在現在可能漸漸的又有比較多人了解跟聽到這個東西 那他們也願意現在買的原因不再只是需要 而是他們可能還帶有那麼一點我支持這個東西 支持傳統文化我想要保存傳統文化 還有就是現在的人 畢竟結婚一輩子一次嘛 怎麼可能說我下一次再用啊 開玩笑的 第一次結婚辦就用一下 對 對 所以呢他們就會想說那我可以幫自己準備一個可能貴一點 但就一輩子這麼一次很有經驗性的東西 所以其實說真的喔 我的老師我合作我現在合作的曾老師 我們新娘子的訂單其實也是蠻多的 哦 對 真的很棒 那所以因為我就知道在你男人的婚屬裡面 我們大概就是差這個存在小小的而已嘛 但是客家人好像不一樣喔 客家人的好像就是非常的就是華麗 真的延期公園那種對不對 對而且他們是一個很漂亮的步搖 像我剛剛有請阿丹放在那個螢幕上面的再放一次 他才會恨我 哈哈哈小事小事 還是要讓大家知道差異性在哪裡 沒錯 好像這樣子的這個款式他其實就是我參考客家殘化來做設計的 那以前呢他們其實會差一對 那你可以看到他圓圓的差兩個 就像米老鼠一樣在頭上 呀那就跟那個啊就是那個清代清代的那個那個一樣啊 就是真的就是演習 對啊騎頭騎頭 演習公園不是也是上面有一個就是超高的那個騎頭 然後走進來就是有氣勢就是身高直接加10公分那種 對他會是一個很華麗的裝飾不過就我目前的田野來看 其實他只剩下物件那你在客家啊不管是客家新人 客家新娘他們結婚那或是在客家裝或是客家的婚禮上面 你幾乎快看不到這個東西 所以做你做研究以來還沒有看到客家新娘 真的有帶殘花的頭飾出場過 就是帶他們那種形式頭飾出場是沒有看過的 對就是我覺得他算是一件蠻可惜的事情 不過這也是我覺得是開啟另外一個契機 就是我跟曾老師我們有針對這些老物件來做重製的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那其實我覺得在文化保存上面工藝會消失 但是技術是傳承的關鍵 只要物件還在照片還在 我們就可以用我們的技術再把它做出來 那他也牽扯到所謂的真實性的問題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比較專業的討論 可是我覺得以我們大家能理解的方式就是 這個東西只要技術在 我們一樣就能傳承下去 對那技術是他的核心 所以我們也做了蠻多老物件再製 那也很有趣的是在做這個老物件再製後也有一些蠻妙的合作機會 像是之前有一部很紅的茶巾 對茶巾 而且他質感真的很好 但我不得不說他們的劇組真的很用心 台劇 台劇讚 劇本讚 然後道具也讚 為什麼這樣說呢 所以你是要說茶巾跟茶花之間的故事嗎 沒錯 茶巾他有跟我們借道具 是跟曾老師這邊借嗎 對對對 借什麼 各位那個可以去看一下茶巾裡面 可以看到就是厲害的茶巾花作品 借什麼 借什麼 他借了一對叫看花 看花是什麼樣子 我們要請阿丹 幫我放照片 我的後製 我的後製 好那我顧名思義的話 就是說這個看花 就是說放在桌上讓人家欣賞的東西 就是有點像我們PODO的看些 沒錯沒錯就是這個概念 對 但是他是 就是拿來看的 他不是PODO用的 不是PODO啦 但是概念有接近 但是他都是放在廳堂嘛 對不對 對他就擺在廳堂上面做一個裝 所以他會裝在那個木槍裡面 有玻璃罩著 像不會見灰塵 對對對 就不會變成COP 對然後 他有跟我們借一組看花 那時候其實蠻妙的 因為他們的劇組人員 就私訊我們的粉專 就說想跟我們借老物借 我說奇怪 那你們應該去跟長家借啊 否則跟工藝師借 他就說因為長家的東西太貴了 長家怎麼可能借呢 對那些東西真的是百年前的老人 不然就是博物館 可是博物館的藏品 也不太可能讓你借出來拍戲 所以他就來跟我們借那一組 我們從事的供花 看花這樣子 大概多大呀 大概這樣子 大概這樣子 那其實蠻高大的 然後一對 一對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也講說很奇怪 他人家借那個要幹嘛 Anyway 他沒有表明他是生氣 他只說他是公式的 然後他拍一部跟客家關的戲 然後他們要跟我們借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就好啊好 那就借給他 然後他們也很火速 大概借了三天 拍完戲 然後就趕快再關我們 對對對 然後我們 拍完之後 我們也沒有再多問 想說反正 可能是客家電視台的戲 或什麼吧 跟公司合作而已 殊不知竟然是 茶巾 殊 殊不知竟然是鼎鼎大名的茶巾 而且還非常非常火熱 就是每個人應該喜歡台劇的人 應該都有看到 對對對 而且有一個算是 我覺得算小遺憾的點 因為他那時候也想跟我們借那個 客家新娘的頭花 嗯 我記得他裡面有一幕結婚的戲 他們本來要讓新娘子帶 就那個鍋子前的女兒吧 就演鍋子前的女兒的那個角色 演於涵 演於涵是吧 我不確定 反正就是裡面的新娘 對 但是後來好像就他們的那個彩妝書畫那邊 討論 可能有其他的考量 後來就沒有借了 但就是一個蠻有趣的 沒想到這一組看花 去完成了這個重大的任務 這樣子 那我覺得其實也是那個公司也是蠻細膩的 他把這個 以前客家人廳堂擺設就是重新的還原 還原的真的很逼真 然後到真的來找到議師還有這個老師 教授們去借這些東西 很厲害 你說他原本要借的頭飾是 現在已經看不到那個消失的 新娘的頭飾 對 類似那種的頭飾 那很可惜耶 對啊 我好想看他帶起來會是怎樣 米老鼠 因為有老照片 然後老照片真的擦起來就是兩個圓圓的東西在這邊 就像米老鼠一樣 那肯定是迪士尼會來拍什麼提告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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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看喔 但所以他擦那個碗之後 他是配那個就是我們印象中的那種比較重視的 對對對對對 因為我在做這個研究過程當中 我一直去找婚紗照 因為我如果婚紗照 最有可能他就會帶純納灰 帶纏花 一張都沒有 對 因為其實我發了好多好多好多早期的攝影書 對 但如果想重現的話 不如你結婚我做不做 我不是客家人人 你這樣政治不正確 會不會被客戰你嗎 對啊 我就是客家人不排除對我提告 我還是覺得就是對不起 好 對 如果有客家的新娘要出嫁的話 如果你有在聽這個Podcast 或者有在收看我們的YouTube 你如果是客家人的話 你真的可以去把這個文化把它重新演繹出來 然後用你自己的結婚的這個生命史 去承載著你的族群的記憶 我覺得那很棒 因為我身邊也算蠻多客家朋友的 可是我真的沒看過 我也參加過一些客家朋友的婚禮 而且這張照片就會 以後都被研究者廣泛使用 一定廣泛使用 對 哇真的 這個真的是一個我今天聽到 就是我覺得蠻有意外的一個收穫 沒想到就是 在台灣 而且客家好了 就是刻白印象 有時候會覺得客家人就是 可能就是比較勤儉啦 這些刻白印象 但結婚的時候沒想到是 客家新娘的那個頭飾 是這麼樣的華麗 的確在客家裡面很著名的工藝啊 像藍染或者是說刺繡 都可以就是去看到客家人 比較勤儉啊 刻苦那樣的精神 所以要穿藍染這種比較耐髒的衣服 對 但是的確在殘化的領域 可以看到他大棒光彩 就是五顏六色就是 哇 因為我看的照片都覺得非常的驚艷 那個驚艷程度就是 一開始就是兩張 然後說你猜哪個是客家的 然後我就想說應該是比較 樸素典雅的那個是客家 結果沒有最華麗那個是客家新娘的 的頭飾 我想說天啊 可是這個我在現實生活中 就真的沒有看過 然後就覺得如果有機會的話 就是這個東西如果可以被持續的流傳 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當然當然 而且也歡迎這邊工商一下 沒有置入 也沒有電話 你可以找我來訂做這樣子 對 其實是一個我覺得會是一個很棒的合作 對對對 剛剛講到的都是在台灣的案例 但是呢 其實在歐洲也有殘化這樣的東西 想要不要分享一下 沒錯 這其實也是我在那個研究過程中的一個收穫 那這個線索其實不是我先發現的 他是位在新竹的黃沛軒老師 他是一個我非常欣賞的殘華工藝師 他的創作非常的當代 對他不是 嗯 只是表現這些傳統的圖樣 吉祥的圖樣 他會把自己的理想 自己想創作表達的議題投入 對 那他就是偶然發現了 原來在歐洲就是荷蘭跟比利時 這邊都有跟我們長的一模一樣的殘華工藝 而且他是在15世紀 也就是說在五六百年前 欸 一個平行的時空 有著很類似的東西 那他們這個東西呢 也很妙喔 是做在他們的名字叫 Secret Garden 就是 秘密花園 秘密花園 就把它做得像花園一樣 那裡面會擺上一些聖徒的雕像 瑪莉亞的雕像 十字架 還有一些朝聖的一些聖物 例如說貝殼啊 印章等等的這些東西 然後把它裝飾 那他們裝飾就是會使用 像跟我們這個非常非常像的東西 因為他的原文是寫 絲花 就是蠶絲的花 對 那他們的材料的來源 你們使用過的非常像喔 他們的紙 是寫字樓 柴邊邊弄下來的羊皮紙 對 在十五世紀還在使用羊皮紙的時候 那羊皮紙其實也是厚厚的 對 那那個羊皮紙 他們就把它收起來 然後把它剪成我們的這種 紙片啊 紙條 那一樣 鐵絲這種東西可能是 金屬線 銅絲等等的東西 那他們也有一個 跟我們非常非常類似 我剛剛沒有提到的是 我們的絲線啊 在早期 我們的絲線的使用 它不是只有線 或是刺繡的線 那個蠶絲的布啊 會水起對不對 會離起 他會把那個纖維要抽起來 然後來做 那是超環保的工藝耶 那在歐洲他們會這樣做 因為你知道 他們歐洲因為思路的關係 也把蠶絲帶過去嘛 所以蠶絲的取得 對他們來說也是很珍貴的 那他們就把布留起來 然後把那個絲一絲一絲抽起來 然後拿來做他們的 我們姑且也稱它為蠶花的 這樣子同樣工藝的東西 對所以在歐洲五百年前 有同樣的東西 在亞洲台灣也有這樣子的東西 那其實我們很多工藝的起源 不外乎就是我們的先民 從中國陸海來胎 同時也帶過來的 那這樣工藝我認為它其實也差不多 是從同樣的時期來的 從我已知的文獻研究訪談 去得到這樣子的結論 那不得不說這個工藝在我們台灣的發展 我覺得比中國還要好 中國他們現在也有一波 尤其是漢福的風潮 有很多人在做 漢福復興 對對對對對 有很多人在做他們的蠶花 他們很多是參考台灣的 然後來去做製作 或者是他們其實他們傳統的蠶花 也有在做 像湖北殷山蠶花 福建的廈門的蠶花都有 可是精緻度遠遠不及台灣的 對這點真的是我們必須很自豪 的確有很多東西 可能從原鄉過來 原鄉做得非常的好 但是這個東西反而在台灣之後 落地生根發展的 哇 就百花其放 就在台灣之後 它有了這個在地化的過程 之後反而它演繹出來的效果 已經跟它原鄉已經完全不一樣 然後到原鄉現在要復興 它還要來參考我們的 我覺得這一點也跟台灣的鎮頭很像 民俗很像 就是說 現在台灣的這些廟會 怎麼迎神啊 家將啊 官將的時候怎麼樣去出鎮這些 因為我自己本身研究這個 就會發現其實他們 他們還會請我們這一邊的專家學者 或者是將團過去他們那邊 幫他們找遺失的東西之外 也幫他們把他們的鎮頭重新附身起來 所以我必須要說 台灣其實雖然我們的歷史啊 沒有這麼對岸這麼樣的長久 但是呢很多很多傳統工藝啊 民族啊這樣的長明文化 它都是好好的完整的被保留在這個 我們小小的國家小小的島上 然後再大放異彩 然後我覺得這也是之所以 這個東西珍貴的地方 因為它一直有傳承到 到看曾老師他們這一代 到想想他們這一代 一直有在 有新的人願意以身作者去學這個事情 不是說就讓他機器化 然後不是說就讓他 以快快時尚啊 的那種文化給取代 我覺得這就是 我覺得這個東西它就是 不只是工藝 你使用這個工藝品的時候 還對外人展現的是一種 對生活的堅持跟質感 對不對 就有的時候我看到 人家 譬如說他拿了一個竹編的籃子 或者是譬如說 那新娘的 童話是橙話 我就會覺得 這個人應該是一個 對生活有所堅持跟質感的事情 就是 要回應到你剛剛提到的 就是像追降這個事情 就是你是追降少女 沒有像你是阿姨的阿姨 可是不行 你這樣我怎麼接我下一句 我是柴花鮮肉 對對對 他是鮮肉 所以大家就是 其實我覺得 我們這一代好了 算是 比起很多前輩 我們可能就是 還需要再更加緊腳步的學習 可是我也很開心 在這個學習的過程當中 不會覺得很孤單 對 因為就是有 比如想像這樣的人阿 然後有意思 也是一些年輕的意思 也會跟我們交流 因為的確在我們這個世代 我們有更多元的觸角 更多元的管道跟平台 可以去彼此交流 激動出不同的火花 也是我想我們台灣之所以這麼 我覺得台灣之所以這麼適合 跟這麼特別 尤其是在保存傳統文化這一塊 我們走出我們自己的路 儘管這條路真的很辛苦 然後也 看似齊驅 然後在國際上還有個惡靈居 在打壓火門 但是 我們還是在走我們的路 做我們覺得該做的事情 這我想是我們台灣最增路的地方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茶巾 還有近期的台居 我都覺得 在台灣怎麼可以這麼幸福 好 各種話我們都能說 能夠去自由的表達 那我們不是只有新的東西 我們對於傳統的舊的東西 我們也願意去保存跟付出 願意用我們的方式去延續他的生命 對 所以這也是我想這樣公益 在台灣能夠持續去發展下去的原因 就像禪花他過往 可能是女生每個人出門都要帶的一個裝飾品 到後來他到了婚禮這樣子的方式去寄生 活下來 給我發現啊 取代掉了 因為人家便宜又快 反正有就好嘛 那現在我們轉了更精緻的路線去發展 而且其實我覺得像我們這個世代 有在拿香拜拜的人 也不在少數 對 那我們的拜拜 朝向更精緻化的發展 對 所以也有很多人來購買禪花 他們是為了要獻給他們家的神明 對 所以我會說以前禪花是女人帶 現在禪花是女神帶 那除了就是祭司 像因為我知道很多信徒他會獻這個頭簪 長花的頭簪 然後跟比如說扇子項鍊都是有的 就是獻給媽祖娘娘或者是母娘 就他們家的女神這樣子 那就是關於這個祭司之外啊 有什麼是比如說我就是一個女生 我也沒有要結婚 可是我很喜歡長花這樣的東西 它有什麼 像我們今天這個就是一個很好按摩 胸症 那除了胸症之外呢 它還有什麼就是我們平常日常可以買得到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問得非常的好 那我尤其像是我 以殘花的製作的工藝師來說 大部分都是女生 所以女生用的東西就很多元啊 像是耳環 啊 項鍊 那你一樣可以用髮夾 髮簪 這樣子的東西 還有像胸症 那有一些老師他們會做手環 其實你去看一些時裝秀 哇他們手上也是不會讓他閒著的 就會很精彩 那像我自己是男生 我就會喜歡做一些我自己也能用的東西 那所以像我有耳洞 所以我也可以戴耳環 那我也可以戴項鍊 當然我也很喜歡胸症 所以其實我也會做蠻多胸症的 那像我跟曾老師在合作的 我們在討論商品啊 產品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會做蠻多胸症類的商品 因為曾老師剛好也是男生 那這樣子的女性工藝 透過男生來詮釋 其實我覺得有她獨特的視角存在 對 所以現在的使用真的非常的多元 所以不管你是不是結婚使用 獻給神明使用 你日常可以用啊 像耳環就很方便 對對對 就是一個很日常 而且殘花它只用紙、鐵絲跟線 很輕 所以你可以做一個很浮誇的耳環 對耶 它是一個很輕的素材 所以它看起來很 它超適合放頭上的耶 難怪新娘 因為就是很多古代的那種古裝 比如說什麼那頭是很重 然後我去北港辦藝閣 其實那帽子真的是 一整天撐下來 你都會覺得你的頭首要分離 可是長話是一個很輕盈的素材 客家人超聰明的耶 他把這個很大的東西放在 他的頭上那一點都不重 而且有華麗 對 因為他會反映那個視線的光澤 有沒有想過要做帽子的啊 就是你知道那個 那個英國那個王妃啊 跟他們最近那個不是沙 沙國跟約旦的那個王鼠在聯姻嗎 然後每一個人出席都要戴帽子 然後帽子上面就有羽毛啊花啊這樣 我覺得殘花好適合放在紳士帽上面 所以真的他有那個兇針沒有錯 然後其實在外國他有一個 我覺得蠻酷的用法 就是剛剛提到歐洲的殘花 除了做那個秘密華人 secret garden之外呢 他們會有一個習俗去裝飾 把一些比較重要的人的遺骸 就是他的骨頭去做裝飾 那他會把它造上一層金屬的面紗 或是亮亮的紗 然後上面放我們寶石 可是不是因為寶石可能會被偷 他們會用殘花去做一頂月桂館 你能想像嗎 那種金褐色的葉片 然後組成一頂頭罐 我覺得那超美的 可是那個是給就是 裝飾骨頭 王者帶的 而且我覺得那個王者 其實應該也是重要的人啊 就像他提到的 是國王或什麼的 那活者的人我覺得更能帶啊 你想想看 你不會凋謝的植物的頭冠 就是想起來就非常有夢 如果這種放在紳士帽上面 其實超漂亮 就是現在很多年輕人 喜歡戴那種紳士帽啊 或者是那個就是什麼 那個魚膚帽 然後把小小的花 就是疊真什麼疊上去 那整個質感超加分 而且其實像我們現在結合現代的設計 我們不會再是那麼繁複的花 我們可能是可以很簡單的幾何線條 那他又輕又隨意做型 所以其實也是蠻有他的市場存在 就是趕快就是紳士帽定製的 有需要的話都可以定製 有工作室的話 工作室的話 來講出來 我現在是跟曾老師合作 那我們的本專是 曾殘花工藝 蜜字旁在一個曾 曾先生的秀在這邊 秀在這邊 請強健資訊來 就是可以資訊 那我們小編 可能是我 可能是我們其他工作夥伴 就會回復您 然後跟您討論我們的合作 怎麼來定做呢 怎麼做需要的東西 對對對 那非常的感謝 就是曾老師還有想 在這個方面提供了我們很多年輕人 可以更好去接觸這個 更便利去接觸這個殘花的方式 這樣子 然後也期待我們的聽眾 跟我們的觀眾朋友 未來的有一天呢 你要取假 還是你要參 不小心得了金鐘金馬 金曲的時候 希望在那個 盛裝打扮 對 希望在紅毯上面 可以看到殘花的作品 因為我知道那個 公視台語台 有一個主播鄭家和 他有一次主持那個 好像是國慶的播報時候 他就有帶一個殘花在身上 然後就被我發現了 然後其實他就從這個 很小的地方去實踐 他對台灣的這個公益 還有台灣民俗的熱愛 然後也期待就是 未來如果有更多朋友 來接觸這一塊的話 在不一樣的地方 讓他開花 好 然後今天呢 非常謝謝我們的 香 柏香 長花界的 奶油小鮮肉 要強調是奶油口味 奶油小鮮肉 好啊 那今天就是非常謝謝 然後為我們帶來 很精彩的課程 還有這一段的話 可以怎麼問 謝謝他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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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